匆匆融融 稳稳荡荡 作者 林良 选入字 爸爸的十六封信 英英 这几天我替你做了一个有趣的小统计 发现你在三天里一共弄丢了四样东西 星期一 你丢了公车月票 星期二 你丢了钢笔跟三角尺 星期三 你甚至弄丢了季裙子的皮带 事实上 这些东西都不能算丢 因为我都帮你找回来了 公车月票是夹在你看的那本《风潇潇》里 钢笔在地板上 三角尺在地图集里 皮带就挂在你的脖子上 这些事情屡见不鲜 全都是因为匆忙 每天早晨 我常常在你该去上学的时候听你大叫一声 哎呀 来不及了 接着 你开始慌忙无措地说 我的公车月票呢 我的钢笔呢 我夜里都要写稿 睡得很迟 你的叫声使我焦急 只好在梦寐中勉强睁开睡眼 爬下床来帮你找东西 我从不对你极言利色 因为我知道你不过是心里慌 需要人帮忙就是了 其实那不算早 我只是替你拿东西 让你出得了门 让你上学不迟到 为什么你一直那么匆匆忙忙 慌慌张张 为什么你不能匆匆融融 稳稳当当的 放学回家 你常常局促不安 团团乱转 说 功课太多了 怎么办 你把书包里的书一股脑儿全倒在桌子上 抓一本 扔一本 哀声叹气 一二十分钟 过去了 你只在那里躁动不已 什么事情也没做 今天晚上 你临睡的时候 神色慌张地跑到书房来找我 说 怎么办 我的一本地图弄丢了 明天上课要用的 我只好把我的一本地图给了你 过了一会儿 你又笑眯眯地回到书房来 把地图交还给我 说 地图没丢 在我的书包里 我问你 刚才你怎么会想到准备地图 你说 忽然想到了 我劝你不如就去整理书包 把明天要带的书本都准备好 你的回答是 明天再说吧 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得赶紧去睡了 我终于发现 使你这么匆忙 慌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了 你是不计划 不讲条理的 你所依靠的事忽然想起 你是不准备 不安排的 你喜欢到时候再说 因为你全靠忽然想起 所以一想起就紧张 你全靠到时候再说 因此到了时候常常已经来不及了 我做事喜欢先有个梗概 想做些什么 该在什么时候做 都先想好了 做的时候又喜欢提早五分钟开始 使时间运用得更加游刃有余 星期三要交的稿子 我喜欢在星期二就写好 我在夜里准备好第二天早晨出门要带的东西 我不仰赖忽然想起 我喜欢早早去想 我绝对不放心到时候再说 我喜欢先准备好 我永远不敢 不敢就能从容 从容就不容易出错 我想你会懂这个道理 爱你的爸爸守书 三月五日 我们下词 你可能会你会用什么 我只能跟你说 我一定会用你 一切都不敢